劳动部今天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资方因为不满 政府释出可能调长基本工资的态度 所以亲民代表全部缺席抵制 只派两名代表到场表达意见 审议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并没有结论 劳动部长陈雄文宣布 这个星期五再开会讨论 新任劳动部长陈雄文忙着和劳方资方 代表握手寒暄 才刚上任四天 就面临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这场仰仗 不过资方却不给面子 原本预计劳资双方各有七名委员 再加上三名学者 以及一位律师和三名政府代表 不过最后资方全数缺席 只派两名代表到场陈述意见 虽然开会人数过半 打法定人数 审议会还是召开 但会议只开两个小时多就结束 还是没有共识 基本工资的调整的讨论案 在下一次折级再议 定在八月二十九号的下午两点 那么我们希望这所有的委员都能够出席 资方缺席表达抗议 认为劳动部有预期调涨心理 这场审议委员会去年曾经决议 消费者物价指数累积涨幅达到百分之三 才会再开会 现在并未达到三帕需要开会 也让资方不满 不过劳动部长陈雄文认为 民生必须的食物类涨幅 早就超过百分之三 物价已经冲击基本劳工 希望劳资双方都能够共体时间 你说劳工 这么最低所得的这些劳工 他会去买房子吗 我们希望尽我们的努力 就是充分的释出善意 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 劳资双方谈不拢 劳动部长陈雄文决定29号 再开第二次审议会 新冠上任不到一个礼拜 基本工资该不该调 果然成为陈雄文第一个面对的难题 余电TV委员秋心仪新北市报道